当成吉思汗沉浸在攻陷中都城的喜悦中时 穆华黎在辽西战场势如破竹高歌猛进 每当穆华黎横刀立马 在蒙古兵团前列 淡淡的欣赏战场时 人们就会看到他强健的体魄 卷曲的胡须 当他设计战场时 人们则会被他缜密的谋划能力折服 当他参加战斗时 人们更会为他高超的设议而瞠目结舌 穆华黎是成吉思汗有生以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合作伙伴 1214年 他出发去横扫金国的根据地辽西时 已经是45岁 这是个让有智者羡慕的年龄 无论是阅历经验还是智慧都已经沉淀 随便一个平台都能让他发挥耀眼光热 穆华黎制定了无懈可击的战略 游西相公先攻金国上京林皇甫 林皇甫首将在抵抗了一天之后开城投降 穆华黎按照投降从宽的原则没有屠成 在设置了自己政府的官员后继续向西抵达高州 高州本是辽国所设 金国灭辽国之后把此地当成了战俘营 主要关押朝鲜战俘 高州还有个特点 就是富的流油 高州首将幽兴哥 曾在猛惊开战以来屡次领兵出城 攻击蒙古人的侦察部队 穆华黎在高州城下得知这一切后大为震怒 于是传令高州城内 谁把幽兴哥的头颅砍给他 他就赦免高州城全城军民的死罪 不然城下之日就是屠城之时 高州城军民始终把幽兴哥当成英雄人物 所以他们不为穆华黎的宣传所蛊惑 倒是幽兴哥本人心情沉重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无法抵抗穆华黎的大军 而且蒙古人都是说到做到的主 一旦成破全城人民的性命 那就成了飞灰了 幽兴哥是个无私的人 他经过权衡得出了结论 全城人的性命高于自己的脑袋 于是他开了城门 要城外围困的蒙古人通知穆华黎 他亲自为穆华黎献上他的脑袋 让他大为吃惊的是 穆华黎没有杀他 还表扬他是壮士 并且重用他 幽兴哥死里逃生的事告诉我们 命运的确捉弄人 高州城一下 穆华黎就在城中召开了军事会议 那个始终关注金东京的石魔野仙 发言说道 此时鹰派一支军队突袭东京 穆华黎陷入沉思 他本来兵力就不多 再分出一部分兵力 这是很冒险的石魔野仙 发现了穆华黎的忧虑 连忙热情起来 他说只需给他几千人 他就能拿下东京 即使拿不下来 也可以牵制敌人 穆华黎又沉吟了一会儿 认为这个险可以冒 于是他同意了石魔野仙的请求 石魔野仙带领一支兵团 昼夜驰骋绕过城镇直奔东京 大概是他的指挥能力有限 或者是他这支兵团人数很少 总之他在东京城下进展迟缓 不但如此 突然有一天还被东京城守军突袭 经过了两个月的围困 石魔野仙发现自己不可能攻陷东京 所以吸回 石魔野仙在东京城下一筹莫展时 穆华黎正顺风顺水 1214年10月中旬 穆华黎攻陷成州 正当他思考下一个目标是正西方的益州 还是西南方的锦州时 锦州方面突然生变 锦州城守军中级军官张晶 干掉了他的长官 自称辽海王 派人来头穆华黎 穆华黎对张晶在关键时刻的 石石物大为赞赏 宣称保留他的辽海王称号 让他替城吉思汗管理锦州 锦州的不战而得 让穆华黎兵团士气高涨 推进到西面的益州城下市 穆华黎很随意的派使者到城中劝降 这益州城里那可是有硬汉 最高军政长官高驴山断然拒绝了 穆华黎的劝降 惨烈的攻城战开始了 穆华黎带着蒙古兵团中最精锐的工程部队 高驴山的抵抗意志很快被瓦解 决定以死殉国 他的血还没有停止喷涌 城就被攻破了 当穆华黎在一周休整时 石魔野仙灰头土脸的跑过来 俩人合兵一处 穆华黎听取了石魔野仙对金东京的报告 决定放弃东京突袭金北京 要突袭金北京必须要过兴中 穆华黎派使者到兴中城劝降 一把手物理捕言辞拒绝 穆华黎的使者刚走 兴中城中的官员和土豪们就商议说 这蒙古人都是野兽 不投降城池的人全被屠杀了 这物理捕是充当我们的代表 他有什么资格决定我们的生死 先让他死去 他们知行合一 商议完毕马上就做 物理捕当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地图 突然一群士兵冲进来 把他给乱刀砍死 物理捕的死说明两件事 第一 蒙古兵团的投降从宽 抗拒全杀的宣传 奇笑如神 第二别总想着代表人民 否则后果很严重 兴中城里的土豪和官员联合干掉了最高长官之后 共同推举超级土豪石天应为他们的领导 石天应屁股刚坐到兴中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 马上就向穆华黎抛媚眼 穆华黎兴奋的迎向了他的媚眼 这石天应做奴才的热情高涨 请穆华黎的兵团进兴中城 他要靠军 穆华黎回复说 你的忠心苍天可见 你的热情我心领了 但我还有要事 所以就不进城了 我代表成吉思汗 封你为兴中城的一级长官 好好干 等我凯旋时再到兴中城和你相见 穆华黎不进兴中城 一方面是他认为兵贵神速 必须马上去解决北京 一方面他对兴中城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他最大的兴趣是北京城 兵团迅速上路 从兴中城郊区快速通过 1215年正月 穆华黎抵达北京城外 在扫荡了外围防御之后 蒙古兵团把北京团团围住 连最皎洁的鸟都飞不出来 北京城内有一位我们都熟悉的老朋友 此人正是那位喜欢拿着鹅毛扇的奥屯香 有人说他是福将 每一次都战败 每次都还能活着 完颜巡 后来再也不想看到他的嘴脸 所以调他到北京防守 这位诸葛亮的超级粉丝 一到北京城就跑上了城墙 效仿诸葛亮焚香弹琴 1215年正月 穆华黎兵团抵达北京城下时 正是炸暖还寒时节 他不顾低温 潇洒的在城墙上挥舞鹅毛扇 这番表演让穆华黎是哭笑不得 不过北京城和中都城的防御相差无几 所以穆华黎先不应攻 而是采取诱敌出城之计 仍然是千篇一律的试探性工程 然后撤退 主力部队设置埋伏圈 把敌人诱进埋伏圈内 这奥屯香就跟一头蠢猪一样 就中了计了 出城追击 踏进了穆华黎的埋伏圈 孤身一人逃回城里 那鹅毛扇也丢在了战场上 奥屯香面临生命危险 但是危险不是来自敌人穆华黎 而是来自北京内部 他的同僚们 众所周知 奥屯香没有军事才能 从他喜欢扮演诸葛亮 就可以得出结论 他在性格上有些清高自傲 不太合群 他以颓废的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进入北京城 肯定难以扶重 尤其是当皇上完颜巡逃到开封之后 所谓中央特派员 奥屯香的身份是极其的尴尬 再加上他出城惨败而回 仅有的那么一点点权威 就跟他的鹅毛扇一样 消失不见了 最先向他发难的 不是北京当地官员 而是和他一起来的监军 叫完颜席列 军事会议上 完颜席列提出了投降的建议 这是奥屯香那颗忠君爱国的心 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奥屯香炒完之后 就回家制造鹅毛扇去了 那完颜席列却没有这样的闲情 他集合了一批对他忠肝义胆的兄弟 闯进了奥屯香的住所 把奥屯香就给杀了 但是这完颜席列 也是个愚蠢透顶的人 杀掉奥屯香之后 他夺揽大权 将向蒙古人投诚的事 抛之脑后了 北京城的土著官员们大为不满 他们又杀了完颜席列 推举了两位军界资深人士为领导人 两位领导人宣誓就职后 马上向城外的沐华黎兵团就给投降了 北京城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陷落了 穆华黎进城之后 突然起了邪火 认为这北京城投降太晚 应该按照规矩图成 石摩也先急忙劝阻说 北京城主动投降 天下人皆知 不可坏了咱们的规矩 否则将来如何取信于人呢 穆华黎认为 这石摩也先的话很有道理 北京城就此逃过一劫 东京城马上进入了穆华黎的作战事业 1215年3月 穆华黎兵团从北京城向东北方向迅猛推进 兵团绕过所有的城池 保存战力 兵临东京城 这东京城全面戒严 以一副与城池共存王的面目 呈现于穆华黎的眼前 穆华黎决定要强攻 那石摩也先 他吃过这东京城墙的亏 劝阻说 只能治去啊 绝不能强攻 穆华黎问 即将安出啊 石摩也先暂时还没有计策 不过几天之后 石摩也先也就有了计策 完年旬的开封政府在得知东京遭受攻击后 马上派出了一位据说是非常善于守城的官员 奔赴东京 从开封到东京路途遥远是危险丛生 谁都不敢保证这位官员能顺利到达 可是这位官员却出人意料的躲过了所有的危险 出现在了东京城武士里的地方 但他没有能逃脱蒙古的巡逻队 当场就被活捉了 石摩也先得知这个消息后 大喜过望啊 他拿出了计策 自己装扮成这名官员进入东京城 要东京城撤销防御 穆华黎认为这个计策很冒险 因为东京人见过石摩也先 石摩也先却是一意孤行 他说几个月前他在东京城下失败了 现在他要争回面子 计划很快开始实施 石摩也先经过化妆师的妙手成了另一个人 他进入东京城 拿出开封政府颁发的委任状 东京官员们相信他就是前来的救世主 但是让东京官员们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救世主提出的一个拯救方案是 开门投降 正当东京官员们愕然之时 这人已经登上了城墙 撤回了城墙上所有的部队 毁掉了防御武器 然后打开城门 穆华黎兵团就这样 未遇任何抵抗的走进了东京城 夺取了该城的十万人户 还有够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 还有大量的先进武器 史书上说 石摩也先智取东京 可谓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惊险的一幕 这话言过其实 穆华黎从北京奔袭东京时 东京方面就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整个辽西已进入蒙古人掌中 东京城实际上已成孤城 人在困境之下 只要有一点的出路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走进去 所以当石摩也先在东京城中撤销防御时 没人阻拦 更没有人发表异议 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整个1215年 蒙古兵团以金中都为中心 向外全方位辐射 取得金国大小城池862座 把残破空虚早已疲惫的河北地区 禁纳版图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成吉思汗第65集 耶律储才 敬请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